大家好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呢 就是最近有很多人詢問我的 關於新車 到底還需不需要熱車的這個問題 最近有許多朋友們呢 因為可能暑假到了想要購入新車 所以他們就有這個疑問 購入新車之後 到底要不要 發動之後 熱車一下子在騎乘呢 現在的車子呢 到底還需不需要熱車呢 首先呢就 需不需要原地發動騎乘這個問題 答案是 不需要 因為呢在五騎環保之後 台灣的機車基本上都進入了 噴射化的時代 除了少部分 透過化油器通過五騎環保的車款之外呢 多數五騎環保之後的新車呢 都不用在原地發動熱車了 因為呢以前四騎或是三騎的車子啊 他們可能就是還有 一個叫做主封門的設置 這個東西就是會讓你在發動車子的時候 它的這個轉速可以拉得比較高 然後呢 讓車子比較快的到達工作溫度 兩千一百兩千兩百轉了 那麼 這個東西呢 就是車輛的噴射電腦呢 在自動幫你的轉速做提速 然後 然後加速你車子熱起來的這個速度 這就是它自動化的一個機制 所以說在五騎環保之後的車子啊 基本上 都不用你在原地拉這個主封門 就是Q-new 然後來去讓它轉速做一個提升了 那我們呢就只要很輕鬆的 轉開電門 發動車子 車輛呢就會自己把這個轉速給提高 然後呢 讓車輛比較快進入工作溫度 那如果說你是水冷車的話呢 車子也會有一個 水龜 在你的車輛到達工作溫度之前 它會用引擎內部的水路做一個小循環 那等到溫度夠高之後呢 水龜打開之後 才會讓你的整台車的水路做一個大循環 這樣子的機制呢 也是幫助車輛可以快速進入工作溫度的一個機制 那像小六仔這種四缸車呢 這樣的一個狀況更明顯 我們先把它拉回空檔 好拉回空檔之後 在小六仔冷車的時候啊 第一次發動這個聲音啊 聽起來是非常的悅耳 因為轉速力拉得很高 大家可以聽一下 有沒有 然後小六仔因為有這個數位化的這個轉速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轉速 大概都在1800左右 那以60R它的這個熱車之後的引擎轉速 代速轉速 大約是落在1200轉到1300轉之間 那所以說冷車的時候呢 它自動會幫它提速大約500轉 讓車子更快進入它的這個工作溫度 那這也是為什麼現在的新車 基本上都不用在你原地發動原地冷車 然後把車變熱了 那麼有這樣的一個原地提速的機制之後呢 是不是就代表車子完全不用熱車了呢 答案是錯的 應該是這麼說 現在的車子呢 講求的基本上是 什麼是動態熱車呢 就是 當今天你的車子冷車發動之後 你可能 出門前 戴個安全帽 關個家門 大約30秒1分鐘 然後你出門之後呢 你的前5分鐘 行駛呢 盡量不要大手油門 盡量不要拉轉 以我自己來講 大概都會把轉速控制在6000轉以內 甚至是4000轉以內 如果今天其實是T2 或是650R的話 它的動力夠大 我可能就會把它的轉速壓到4000轉以內 慢慢騎乘5分鐘左右 那這樣子做呢 一方面是讓你的機油慢慢的變熱 一方面呢 則是讓你的車子 早晨起來的時候呢 你的車子各部位的機件 慢慢的給它熱開來 因為你的煞車需要時間 那你的這個輪胎也需要時間來把它慢慢變熱 所以說你在原地熱車的時候呢 你不可能熱到你的煞車 也不可能熱到你的輪胎 這些呢 都是你要做動態熱車 才可以讓這些東西 進入到一個工作溫度 那像是我們的這台R15啊 它有裝這個EPFA等級的煞車來令 那這樣的一個 競技化的來令呢 更是需要時間 來讓它到達工作溫度 因此現在的行車 雖然說引擎部分 會有噴射電腦 幫它做一個 提速 然後讓它很快進入熱車狀態 所以你不用待在原地熱車 但是呢 在你的車子很久沒騎 可能隔夜 可能四五個小時沒有騎 你要再次把它熱起來的時候呢 你依然要做一個動態熱車 那動態熱車呢 就不僅止 是局限於把引擎的溫度給熱起來 而是要把你的煞車 你的輪胎 你的碟盤 來令片等等的 工作溫度慢慢的給提上來 還有就是你的水溫 這些溫度在你動態熱車 大約五分鐘之後 他們全部會進入到一個工作的 溫度狀態 這樣子呢 你的車子騎乘起來 才會比較安全 才會比較順暢 而你如果是原地發動 五分鐘十分鐘 這樣熱車的話 一方面是你上路之後 依然要動態熱車 另外一方面就是 非常浪費時間 而且浪費你的油錢 那原地代速 因為車輛是處於一個 沒有負載的情況之下 一直在發動 所以對於車輛各個部位的基建來講呢 也不是這麼好的一件事情 現在有許多車廠呢 都不提倡 車輛在原地 一直長時間的代速了 所以說 發動 熱車 其實還是有需要 但是呢 這個動作是在動態的情況下進行 而原地的這個 長時間的代速熱車呢 以現在的新車來講 是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因為呢 電腦會幫你 做完這些事情 你只要放心擦下電門 發動車子 然後慢慢騎五分鐘 把輪胎煞車 還有各部位基建 都熱開之後 就可以正常騎乘了 OK 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話題啦 希望有幫到大家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